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论源头顾杨天迪 今天是2月20号 礼拜三 那我想台股在今天 很多人说什么元宵节变盘 也算变盘了 往上跑 目前来看股量 这是很重要的 成交量的一个放大是重要的 今天成交量来到了1320而已 量价起扬 而且是收最高 还有人在探讨一个逻辑 这是因为什么外资要拉高结算等等 当你每次碰到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就顾虑一下 很多时候你不能去做股票 不太可能去做股票 然后这一波的反弹中 9300来到现在将近10300点 涨1000点 我相信有很多人到现在 都不敢进场 原因是什么 涨了1000点 操作股票如果是这样 你很可能行情是错过的 行情是错过的 等你真的敢进来的时候 你反而又成为追高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想我只在意一件事情 第一个 波段的走势不是跌势 那个趋势不是往下跌 我不管你涨了多少 但是我的趋势它是往上 而不是往下 这是第一个你要做多的话 第二部分 你可以不用去选那个已经涨高的股票 是谁叫你去选涨高的股票 我们可不可以从低档去做布局的动作 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你只要大盘没有崩盘的疑虑 然后那么正常的回档 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剩下就是选股的问题 主轴一定要非常明确 否则你在盘面当中 每天都在追高杀低了 为什么 因为昨天谁在想 风力发电 永贯昨天拉到涨零板 今天永贯是这样走 我为什么去谈这个东西 其实我要讨论的关键 今天不是大盘涨了多少点 而是你买的股票对或不对的问题 是吧 如果你看技术分析 昨天的永贯冲上来好漂亮喔 有没有 今天直接被出货 这个标准的出货现象 那个量放大 然后开高走低沙尾盘 这地方是标准的一个 至少是在调节被调节掉 所以操作的策略不是去追涨停板 很多人操作观念不太一样 我跟很多人是不一样 很多人是看到涨停板去追 因为你在追涨停板 你想的是明天隔一天 还有人帮你去追嘛 对吧 今天锁涨停板明天会开高 你短线只要隔日冲的部分 我今天锁住了 好那明天呢 我买进去锁涨停板了 明天开高我就卖掉 我赚个买菜钱之类的 或赚个什么便当钱之类的 我告诉各位 我在这个市场 就有30年的经验 我从来没看过 这种冲来冲去会赚大钱 真正的赚大钱 方式只有一个 在低位接低档的时候 选择到好的标的 然后报警 然后报警它 让它涨一个大波段 这是我一贯的 带会员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刚才谈到说 指数从9300 涨到了10300点 很多人说它涨了1000点 我不管大盘涨500点还是1000点 我的做法都没有改变过 我从来不喜欢去追股票 我跟你一样不喜欢追股票 有些人喜欢追股票的例外 我跟大多数的投资朋友一样 我不喜欢追股票 我喜欢在低档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我去把它布局起来 当股价还没上来之前 我买起来 160块买滑行科 还没有上去 最高冲到200块左右 我只赚40块 你不要看赚40块 很多人说 赚个40块很多了 没有 对我来讲没有 你没有达到 我要求的标的的时候 目标的时候 基本上我是不会卖 我没有卖 但是你去追高的投资朋友 你就会什么七上八下七上八下 即使我告诉你被动元件是主流 你也会害怕 我先告诉各位 今天我有一档股票 创新高 波段新高 在被动元件里面 叫做打放 今天创波段新高 好 然后呢 有一档股票串出头 叫做维新 78块买的维新 我已经赚了 快7块钱 那6块 6块 78 6块6 我赚了6块6 很多人可能赚1块2块就跑掉 我赚6块6不卖 没走完我卖你干嘛 明天 你看他那个K线形成就知道 我买了这一天 如果我们买在底部 我要做的部分是吧 报一个波段 我报到什么时候为止 报到你这个题材发酵为止吧 发酵的时候 那个时候会抓 会拉涨停板 那个就会开始往上急拉 很多人是看到涨停板之后 才开始来去做追高的动作 这个 我讲过 这个股票的一个操作 不能这样做 它不管你指数的位阶在哪里 我不管你指数在哪里 你都不能这样做 因为大多数的人会是想说 今天如果拉涨停板锁住 明天会再跳上去 有时候它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从涨停板煞回到平盘 好 我讲了很多观念性的东西 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很多人说涨了一千点 我告诉你刚开始而已 刚开始 但重点是什么股票是刚开始 什么股票不要碰 很多人说今天的4979 华新光拉涨停板键 光东西很强 哇 刚开始 大错特错 华新光到去年都在赔钱 今年会不会转费为盈 还不知道 那我们认为继续赔钱的可能性很高 那股价呢股价厉害 往上冲 赔钱的公司会往上拉 会啊 他会往上拉你就会追啊 可是当你在买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想过你买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好不好 好我们回来大盘 大盘在今天再创新高 就K线的角度来讲 我在昨天不是跟你谈吗 三日之内必须要补量 否则会拉回 结果今天补量 所以代表了这个景线 10148点已经正式站稳 如果这个景线正式站稳 这不是一个W底的结构吗 对吧 我放一下水平线 这不是一个W底的结构吗 今天呢直接喷出去嘛 带量走高往上走 有这个基本上就出现了 这个所谓的一个量价奇洋的现象 是多方的讯息 好 今天贡献的最多的 主要的全资股是谁 今天大概是以全资股为主了 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收盘234块半 创了这个短期来新高 这个底部看起来要完成了 创了短期来新高 台积电的冲高 记不记得当时的大摩 说台积电 它只值199块 赶快去打脸大摩 赶快去打脸大摩 好 台积电会冲高的原因在哪里 它今年要配息10块钱 高值利率的概念 它分两次配 一次7月份可能会配一次8块钱 然后另外2块钱是第四季配 台积电为什么要这样做 它要稳定法人机构法人的筹码 我今天在 在来之前我看到一个消息 媒体的消息 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这些新闻 都乱写一通 这什么消息 他说台积电这样配 会造成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叫气息卖压会出来 大户的气息卖压 不可能好吗 哪一个大户会去把台积电 当作主要的指标再往上拉的 没有人敢做这种动作吗 因为外资的持股比例最高 你买1万张的台积电 都不会影响到 它可以倒3万张给你啊 所以没有任何的大户 会把台积电当作股票 当作炒作的一个标的 绝对不可能有 谁会去持有台积电 机构 受险资金机构法人 买进台积电股价又平稳 然后配息又高 所以他什么 他要去 他要干嘛 他要去做他的配息嘛 长期的投资人 有没有 不喜欢追来杀去的 他买进台积电 为了做什么 配息啊 我要为了你的股息 我要赚你的股息 那如果我是为了赚你的股息 哪来的气息卖压 想清楚之后 你就会知道你常常被新闻在误导 对吧 你常常被新闻在误导啊 创意间拉涨底板创破断新高 法说之后 很多人说创意出现了法会 对 我也认为是这样 变成法会 然后呢 李扬不是发了一则讯息吗 在法说之前一天 他说创意今年完蛋了 股价只有140块 真的很抱歉 创意没有140块 这一次稍微压一下之后 股价拉涨底板创新高 我常常觉得这些外资报告 有很大的问题 这些现在的外资报告在喊价 你注意看哦 现在的外资报告是在什么 大家为了真什么 真看谁比较红 都在乱喊价 看谁喊的比较低 大摩喊199的台积电 有人喊到196 没有嘛 没有出来 创意 然后呢 有人喊到什么 喊到140 很多人就 很多的外资偏偏偏 这个调教他的调教他的目标价 创意有没有因此的下来 没有啊 今天拉涨底板了 所以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好 我把焦点拉回来 我的主轴非常明确 我不会因为昨天拉这个 这个前几天拉挖矿 挖矿概念股 我们就去买挖矿 那我也不会因为昨天风力发电 我就跑去买风力发电 我要的只有一个方式 只有一个主轴 叫做高配息 应该这么说 高值利率 两者有什么不同 高配息跟高值率是不同的 好 高配息比如说台积电配息 10块钱是不是高配息 是高股息嘛 高股息的概念 但台积电股价是200多块 所以他值利率大概只有 4%多而已 你去算一下 值利率只有4%多 就配息的10块钱 除以你的股价 股价230几 所以你的值利率 不到这个4%以上 不到5% 4.5%左右 我要的高配息 除了高配息这个题材之外 还要高值利率的概念 当然台积电的4%以上的值利率 是很迷人 非常迷人 对机构法人来讲 你放到银行定存 那个值利率也没有多少 你去买公债的部分 你可能获得报酬率都没有那么高 所以你放在定存那更惨 银行的定存是更惨 所以你的1000万如果放在银行定存 大概一年之后大概只有20万 不到2% 我们算2%20万 可是你的1000万放在台积电身上 那它的值利率是4% 你可以得到什么 40万 而且不用一年 对吧 你现在来算 也差不多一年了 10块钱的话差不多一年 所以你怎么去换算这个东西 成长率超过一倍以上 当然买台积电会比什么 放在银行定存很好 这就是我一直跟各位谈的 我们只有在第一季或4月份以前 我们会探讨所谓高配息的概念 以后就不会谈了 以后的走法绝对走成长性的股票 你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高配息的题材 当然这个地方上来之后 我们也锁定了一档 除了被动元件 我看好它高配息题材之外 维新不是吗 我78块买维新的时候 是不是告诉你 维新去年大概赚8块钱 维新还有一个利基什么 它的配息它很大方 公司派非常大方 前一个年度配息是77% 所以我们预计 维新今年有机会配息6块钱以上 如果6块钱以上 我们当时买在所谓的 78块的话 我的殖利率高达8% 到今天涨上来 从78涨到84.8 我已经快赚7块钱了 就84.6 我赚了快7块钱 它的殖利率 目前以今天收盘价计算 也还有7% 所以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这些高值率的股票维新创起来 有没有很意外 一点都不意外 你选择的方向怎么 选择它在股价涨上去的 我不要 我既然要买所谓的安全 我喜欢买的安心 然后才能报的放心 那我就去选择股价刚启动 而它具有高配息题材的 我锁定进来再来 我买维新除了高配息之外 我还带了一个成长的概念 为什么 因为NVIDIA叫灰达 灰达的新的所谓的GPU 推出来了 推出来之后 会拉动电竞的换机槽 至少在显卡的部分会开始转换 而维新刚好受惠嘛 这个受惠的动作主要在电竞 而不是在挖矿 所以很多人跑去买这个汉迅 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这个汉迅虽然很强 它的重点是在什么 在挖矿 而不是在电竞 真正在电竞的只有两支嘛 一支是维新 一支是什么 一支是技嘉 今天技嘉也很强 你去看法人最近都在买技嘉 跟维新 原因就在哪里 电竞的换机槽 可是技嘉的电竞比重比较低 而维新的电竞比重高达7成 所以我买的是维新嘛 当你发现到这些观念的时候 你发现原来我如果从基本面选股 通常我对了 那个股价会涨上去的幅度会比较大 原因就在于什么 我是基本面去选择出来 很多人做股票是从技术面去操作 技术面操作不是不可行 但有些股票它就真的涨不上去 我讲穿了我就算今天涨平板又如何 你光一个5G的题材就可以把华星光 这个赔钱的公司给我炒到100块吗 不可能嘛 除非它开始赚钱 那我认为今年很难赚钱 今年的华星光也很难赚钱 既然很难赚钱 很多人只是抢那个什么 抢那个方向 但我们也同时会面临到一些为难的一个状况 好 今天光通讯最强的 我强调一点光通讯最强 3081的龙头联雅是在今天拉到涨平板 所以整个光通讯被带上来 可是当你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虽然我很为难 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 光通讯它目前都没有具备高配息的概念 联雅去年赚钱也赚不到7块多吧 所以它如何高配息给你 不可能嘛 可它有没有成长性 它非常具有成长性 我不是告诉过你 光通讯里面能够做到100G 甚至400G的是有联雅 然后你再拿2.5G胖的 我讲的G是G胖 那个传输速率啊 2.5G胖的华星光跟我来谈 好 所以联雅涨上去 所以华星光会涨上去 那就是短线而已 短线可行 人气够了就行 但中长线股价最终将反映回它的EPS 如果你连EPS也没有 怎么上去 后面会怎么下来 好 怎么上去 后面会怎么下来 我刚才谈到 也会为难啊 就是你到底要不要抢个短 好 那我是觉得 我比较秉持我的原则 我带会员的原则 我既然要带那么多的一个 投资朋友一起来做股票 这种比较短线进出的股票 我觉得不是不可做 而是你至少要给我一个梦吧 你不是给我唬烂嘛 我说过画梦可以 不要画唬烂嘛 那画唬烂的我通常不会要 这个讲这边突然想到一件事 前几天我在听广播的时候 那听着听着这个音乐的一个 音乐的一个广播 那突然有个小女孩打电话进来点歌 那主持人就问了这个小女孩 你要帮谁点歌呢 他说他想帮他妈妈点歌 他觉得他妈妈非常的辛苦 好 这个放假 周末啊 放假都什么都不休息 还要跑到什么 跑到这个这个书局去找 找一些参考书回来给他去做 好 给他做练习 他觉得他妈妈非常的伟大 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一个 应该这么说就是 对他非常好 所以他想点一个歌 点一首歌给他 那主持人听了很感动 我听了眼睛都掉下来 现在很少有这个小孩子 这么感恩的 那我觉得还不错 结果主持人就问他说 那你想点什么歌呢 他说我想点欣小琪的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好 看一下 所以我跟各位谈说 其实在目前的位置当中 重点不是在于股价涨上去 涨停板 如果要谈涨停板 那昨天不就涨停板了吗 你要的是当天的涨停板 还是未来能够不断的涨上去的股票 这才是关键嘛 所以我认为现这一段 有很多的标的可以选 所以你不要一直认为说 这个大盘已经涨1000点 我告诉你贝多元金还没涨 老师贝多元金怎么没有涨 你的信商店 这个62块买了 今天都冲到了79块80块了 这个已经赚了18块了 18块也不过三成嘛 这个大概三成左右 有很多吗 你如果跟着我操作 通常我对的股票 我不会只赚三成 我有时候会赚到上倍 翻倍的利盾 那当然这一次的信商店 会不会翻倍 比较不容易 但是重要的关键点是 三成我觉得并不是很多 应该到什么位置 我觉得这是当然心中我有个想法 我为什么这么看好被动元件 我先把被动元件的 它的股价的一个波动 先讲给各位听 目前来看过了景线 好就过了这个景线 我讲的是12月4号 也就大盘在10148点 大盘已经过了 被动元件里面 目前真正站上去只有什么 只有达方 我持有的达方 目前达方也没有涨很多了 就慢慢再涨上来 我是过年后 过年后进来买 我买了这个位置 买了45块以下 目前已经来到了50块半 并没有很多 但它过了景线 这是最强的一支股票 达方为什么那么强 除了MOCC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它有个电动单车 电动脚踏车 我跟你谈过 目前第二档能够冲上来的 就是什么 6173的信仓店 今天信仓店的高点是79块半 那信仓店的景线在79块 也就是信仓店在今天盘中创新高了 虽然尾盘杀下来 第三档跟景线 今天平景线的 叫3026的合生档 合生档的景线是134块半 今天的高点也是134块半 虽然杀尾盘 但是已经开始慢慢慢慢再往上走 那我拥有的是什么 拥有的是信仓店达方 然后华兴客 华兴客的部分 它的景线在215块了 最近已经来到200块附近 还差15块 也准备要创新高 那离景线最远的是国具 国具的景线在415 所以目前来看 也差了大概10%吧 10来%左右 应该就要冲高 好 这些股票目前看起来 都还没有过景线 但是我认为它未来会过 来 我把我的讲法讲给各位听 我用国具为例 虽然我没有国具 我用国具为例 好 我们先用国具为例 你把它缩小来看 你自己看 目前国具 虽然有点小反弹上来 有点小反弹上来 但是呢 长期来讲 它跟底部的位置 是不是很接近 还是很接近啊 还是很接近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点 然后呢 高配息去年的国际 可以赚到80块 一定具备高配息的概念 我只要配40块 殖利率就10%以上 我不知道他会配多少了 就是去年赚80块 这高殖利率 不是高配息 是高殖利率 这个殖利率 超过10%以上 甚至15%以上 我认为华星科 都有15%以上的殖利率 好 第一个 既然台积电拉开了殖利率 一个这个序幕 高配息的序幕 所以被动元件具备高殖利率概念 第二个 被动元件的股价位阶很低 目前看起来都很低啊 你不要看大盘涨了1000点 但是呢 它们只涨了两天就休息了 所以它的股价位阶是低的 并没有涨很高 第三个 比较重要 如果我用技术面来角度来谈 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套牢区的话 看得懂吗 它的股价最少要到500到600之间吧 450到500之间 这个位阶 这个位阶有600到700左右 大套牢区的部分 在600到700左右 你今天股价连400都不到 是不是有上涨的空间 它有一些这个上涨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是存在的 好 所以我刚才谈了三个东西 第一个高值利率 第二个低位阶 第三个 基本上就是离上涨套牢的一个部分 还来得远 所以有反弹空间 最重要是在第四个部分 南韩的三星电机说 第一阶的MLCC 景气会从什么 第二季开始慢慢复苏 换句话说 如果产业面开始复苏 股价位阶在低档 又具备高值利率 以上档的套牢空间又很大 你觉得大内高手会放弃吗 我再讲一次 我把我的观点讲给各位听 第一个 他的股价位阶很 他具备高值利率 第二个 目前股价位阶很低 第三个 他跟上涨的套牢区很远 第四个 他具备什么 他具备产业复苏的一个机会 那我问你大内高手会不会回来 会吗 一定会回来 一定会 所以我买进的变动元件 我一张都没有卖 我一张都没有卖 虽然有的已经赚到三成 有的赚到两成 那我一张都没有卖 我一张都没有卖 那除了这个之外 大家成长性的股票更重要 价值跟成长的判断 那成长性的部分 今天的我3529的力望串起来 串起来 你跟我操作要有点耐性 我不需要他每天喷 每天喷就要休息 你只要喷就要休息 这根拉涨天板 这一根冲上去就要休息 就要休息 现在正在涨升的格局当中 慢慢涨慢慢涨 到最后要出货才用喷的 所以目前都还没有出货的现象 所以今天我力望串拉起来 涨了3.5% 涨了10块钱收在291 我的6643的这个M31 最近还蛮厉害的 投信一直在买 卖我的力望 买我的M31 不管了 反正两只股票我都有 目前在细致财的部分 那我认为它会往上走 你看 連3443的创意在法说之后都往上跑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7奈米 当台积电上来之后 7奈米的优势会开始拉上来 细致财的部分 当然具备成长性 所以我刚才谈到 价值的衡量跟成长的衡量 要把它掌握清楚 成长性的股票在所谓的细致财 还有就是所谓的将来的部分来看的话 往成长性的角度去选 像今天我又选择了一档 叫做越马中原 那为什么选择这一档 它的手势感测器 已经通过了賓士跟BNW 跟福斯的一个认证 所以今年的成长性加 股价位置很低 相信我 我跟你一样我不喜欢追股票 我们在低档 把好的标的物把它选出来 剩下交给市场 如果印证我是对的 就会有一个大波段 想要赚大波段的投资朋友 赚钱 让赚钱变成习惯 你就会习惯赚大钱 如果你从头到尾都习惯 赚小钱冲来冲去的 我绝对不会发财 要发财 跟上我操作的脚步 先接受看 明天同时间 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